由四川京市联手重庆时尚频道 湖北京市两大强势地面频道 推出的大型成绩活动 喜剧之王四川海选赛 目前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前来参赛的选手对于喜剧都有自己的理解 那么他们的理解是否和评委是一致的呢 我觉得不管是啥秩序 都是根据剧情的发现 还是要真实在真实的基础上 有些地方可以夸张一点 喜剧是肢体上的剧情上的一种碰撞 也可能是很睿智的一种语言 现场的一种反应 在这些选手心中 他们对于喜剧一词又是怎么理解的呢 我觉得是很开心心情很愉快 喜剧是在做表演 并不是在高校 因为在很小的那种生活中是吧 能够体现很多事情 看来选手们对喜剧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那么他们会把这份理解融入到表演当中吗 你还会魔术啊 高先生 高小姐 会一点点 会一点点 开玩笑 泡妞又不会点魔术 咋子高嘛 你这个是九号多嘛 单号那边 过去 操你都操得真困似 找个位置都找求不到 你操啥什么操 对于接下来的选手 评委也给出了一些温馨小提示 你来的时候一定要尽自己的能力 尽量的充分的准备 准备什么 包括你的道具啊 你的服装啊 你的造型啊 尽量向这个作品 给你这个人方面靠 这个样子呢 我觉得你包括你表演起来 包括我们老师看起来 可能成绩会好一些 首先应该对这个活动 应该抱一种非常认真的态度 我觉得现在要来嘛 你就要准备好 不要上个台阳 不要说哎呀我啥子没有带 啥子没有带 这些其实不是理由 据了解 喜剧之王四川赛区的海选赛 已经在成都 德阳自贡 卢州四地 进行了录制选拔 下周在成都 还将有一场精彩的海选活动 如果你喜欢表演 就赶紧去试试吧